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种你说谁愿意去做 这种事情你叫人家叫也叫不来 人家都说没空 我正好不在 这种事情也不是好事情 因为我娘娘的原先是信那种基督教的 那么之后他们找了一个通灵人之后 就说他死了之后没有到基督教那边去 所以呢我父亲他们那么也很后悔 就是当初走之前的 因为他是信基督教的 没有给他做过超度 那么现在知道那个心灵法门呢 就是说如果是这样的话呢 是怎么跟他 我们需要给他念小房子呢 还是怎么样的 超度呀 超度嘛就超度 超度上要超度走的 可以超度走的 再超度走是吧 好的好的 非常感谢 还有问题就是说呢 我呢做过一个梦的就是 开始看见一个小猫咪 我把他抱起来之后呢 就变成了一个孩子了 然后呢我就喂他奶了 那就是说我以前的孩子 就是投胎是不是做了那个畜生道之后呢 现在我念了心灵法门之后呢 他现在回来找我了呢 完全有可能的 有可能是吧 而且那天我有一次在那个中午的时候 迷迷糊糊的时候 我就看见一个胖乎乎的小男孩呢 但是身上的有很多的红点 我估计可能还是他 那我现在已经在给 就是他 我现在在给他 已经开始给他念了 这个一般21章 够不够呢 根本不够 根本不够 不够是吧 他来找你的话 跟你自己给他念 一般的念21章 其实21章呢 基本上他就不来找你的 一般的呢 如果他跟你缘分特别深的 21章根本不行的 因为这个呢 我是什么呢 因为我的婆婆呢 她是修禁宗的 当初呢 她是帮我超度过的 那么我感觉呢 她可能超度之后呢 她就投到那个畜生道去 那么现在我开始念心灵法门之后呢 她可能又回来找我了 因为你知道猫很容易死掉的 像猫寿命很短的 对 你比方说 他只要猫死掉之后 他也在下面 中医生里等着的话 你要给他念小房子 他马上就可以投人了 那我应该给他21章不够 我再应该给他念两拨21章 这样可以吧 至少49章吧 好的好的 没问题的 还有就是说 我现在呢 就是说呢 心灵法门之后 虽然我是初一十五出自走 因为还不敢拜师 生怕现在知道 就是说 怕梁花掉下来 我是现在很想赶快吃素 但是呢 就是说 对肉呢 还是有一点欲望 但是我梦里呢 会梦到呢 会吃素 那是不是在告诉我 就是我马上就要接近吃素了 是不是 你到时候你会看见 你闻到那种荤的味道 你会恶心 对对对 我那个梦里边我就开心了 然后大家去吃饭 哎呦 我一看是素菜 我这个人就开心的不得了 就是说 我真是自己也好高兴 我就是好想把这个 欲望去断掉 很多人 他吃素是一种自然环境 比方说 他有一天突然之间 闻到那种味儿 哎呀 恶心的 从此以后不要吃鱼了 有的人就是闻到那个肉腥味 恶心的 就是想吐 就想吐 接下来他就从此以后不要吃了 对对 还有一个人挺好玩的 他吃白肝 就是人家叫白肝 那个就是培根肉啊 那种 对对对 就是说有一天 说他 他那个把那个培根肉呢 放在那个微波炉里 他微波炉一打 一打之后啊 拿出来看把他吓死了 所有的 所有的猪肉这个汗毛啊 就那个猪肉的汗毛 全部竖起来 恶心死了 他从此以后就不吃了 是是是 太好了 太好了 那还有一个问题 台长 比如说 比如想自己做点小生意 因为孩子长大了 那么 什么样的生意是 没有业障 和比如说 我开个寿司店 您觉得可以吗 寿司店里面有鱼啊 什么东西啊 对啊 但是 但是不是活的 但是还是有问题 好一点 但是对一个 对一个学博人 要干净的话 你去老摸人家尸体啊 是是是好的 好的 那明白了 那就开 不如开个咖啡店的 咖啡店没问题 咖啡店的话 就是用蛋糕啊 你这种蛋糕 咖啡啊 那种东西 你就做这些东西也很好 或者一个 但是就是说 不要开那种 咖啡店有那个 可以做晚餐的这种 那么这个还是有一些肉的 对吧 就这个是有肉的 还是不要做 最好 最好人家有的是 帮你做好的 你过来卖就喝了 那就好很多 做好的 到时候它批发给你 你卖出去嘛 那么如果我想做些生意 到中国去酒啊 这种蜂蜜这种东西 都是还是有问题的 蜂蜜是可以 酒是有点问题的 酒些问题 OK 酒那就是说 对要求高的人呢 那当然不能做 你比方说 那还是不做 你想象一下 卢太阳能做酒生意吗 是是是 不可以 是是是 我还有个问题 想请教一下台长 就是说 您一直说苦修 但是问题是我 现在就是说念经啊 什么我就觉得就是 念完了 我就非常舒服 但是问题是就是说 我没有觉得很痛苦 但是我认为 我这个做法 就是说 我对不对这样 当然对了 你傻傻看 苦中有乐的呀 因为 因为苦修当中 你也是有快乐的 叫法乐 法乐就是说 我虽然是苦 但是我 你想想看 怎么会不苦呢 因为我们做人就是苦呀 对做人是苦 但是其实我现在就是说 比如说我功课 今天没念完 我比如说 今天订好三张小房子 我没念掉 我心里就特别急 但是一念好 那我就觉得 哎呦 我今天把这些事情做好了 对 那么前两天 我听台长的开示呢 就说呢 好像又苦修 我又有点迷茫了 就说 哎呀我现在 只得大苦 只得人生就是大苦 但是呢 你在苦中呢 你在修行 你就是法乐 听得懂了吗 哦 行 那那还有 还有一个梦了 台长刚想起来 就是我现在在为一位呢 以前帮助过我的一个 一个朋友 他走了 现在是亡人了 我现在呢 一直在给他念这个 四十九章的小房子 在念的 中间呢 我又做过一个梦了 梦见他呢 就是看见我 然后他的孩子们 看见我 大家在他家里 都非常高兴 那这个梦是 就是说他收到 我的小房子了 是吗 是的 就是说他 他的孩子也跟我 看见我也就是 他的孩子都在 是看见我 都很开心 是 跟我 然后就说 还说 房子什么 什么两百 还是三百 是万事 有一些数字 那是房子不够呢 还是收到小房子 他高兴呢 是这个问题 应该高兴了 应该高兴 因为他的孩子 看见我都 因为我跟他的孩子 都不是很熟 对 但是见过 但是我看见他的孩子 看见我都非常高兴的 那个样子 缘分是吧 那就 那就非常 那就非常好 我就说 马上就他的 那个四十九张 小房子念完了 还就说 我的孩子呢 以前我问过您呢 我说心经的话呢 我是念二十一遍 但是您有一次说我的 就是说我太贪心了 就是念的太多了 就是要念十三遍 这个方面呢 我还比较愚痴 我就不懂为什么 念二十一遍 是不是给孩子念的太多了呢 那个感觉 就是他受不起呢 不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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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说还是慢慢加 心经没问题 心经没问题 只要理过注意就可以 是是是 反正非常感谢台长 感谢关世音普达 真的感恩台长 谢谢您台长 谢谢谢谢 保重身体台长 谢谢 喂你好 喂 喂 你好 喂师父你好 你好 弟子给师父请安 请讲吧 喂 师父 弟子有一个 有一个感触 请师父开示 就是他觉得人 好像活在一个个 由图片组成的世界里 眼前所有的一切 转身 其实 我们一直活在 我们的思维当中 而当我们不再有任何思维时 这些世界 就是一个个片段 根本没有真实可言 就像师父说的 我们活在灵体世界中 当思想的力量足够大的时候 就能控制自己的世界 请问师父 这样想是否正确 接下来该往哪个阶段修 这样想呢 是一个必经的阶段 因为当一个人慢慢开悟之后 他会认识到这个世界是苦空无常的 实际上想一想 是不是一个片段 你在年轻的时候 幼儿园的时候是不是一个片段 你读小学的时候是不是一个片段 读初中的时候片段 一个高中一个片段 所以人生就是在这么一段一段的过程当中成长 想一想你过去 幼儿时代那些快乐 现在还有吗 是不是没了 对不对 一关一关的 一节一节的都过去了 都没有了 这代表什么呢 这就很简单 这就代表你这个世界是苦空无常 因为过去的就没有了 那你要认识到 要更加增加自己的奋进和精进力 因为只有一个境界是永远存在的这个世界 那就是我们精神世界 所以要修在活着的时候 要借这个身体来修真的 你如果灵体的话 你就不能做好事了 你搀扶别人不行啊 对不对啊 你说你鬼 鬼搀扶人家 人家怎么弄啊 对不对啊 只有人啊 用身体啊 去搀扶别人啊 帮助别人啊 对不对 所以佛法戒甲叫戒甲修真 假的身体 修你真的本性 明白了吗 明白 感恩师父开始 师父还有一个问题 就是师父开始过 睡觉最好是吉祥物 请问师父 如果喜欢养着睡 或者趴着睡 说明什么 怎么样能够锻炼自己 做到吉祥睡 睡觉还有什么其他讲究吗 习惯 主要是习惯 如果你睡觉 能够测过身 往右面睡 两个腿有点微微的瘸一点 取一点 这种睡就是非常吉祥的 你看看卧佛 看见吗 卧佛 你说哪一个 哪一个菩萨卧佛 不是侧着睡的 又躺着睡的吗 躺着睡的你去看 一个大狗熊 一个大的那种 大的畜生 你看动物园 他晚上睡觉 他就啪着睡的 所以我跟你们说 人只要趴着 那种动作 你看看好看不好看 现在明白了吗 而且呢 而且呢 他那个 他那个上床都有讲究的 上床不能爬上去 你懂吗 爬上去是动物 明白吗 所以你去看 稍微有点尊贵的人 晚上睡觉 一定要穿衣服的 你看他为什么穿睡衣啊 你看 你看裸裸的人 睡起来跟个动物差不多了 所以为什么男女知识 搞起来就像动物一样 对不对啊 这动物不穿衣服的嘛 这是第二个 第三个呢 上去的时候呢 要自己的要臀部着 着床 听得懂吗 很多人不能脚 脚先着床 手先着床都不好的 先要坐在边上 然后再往下躺 就有讲究的 明白吗 躺着的时候 就算躺 偶然躺着的时候 两个脚不能分开的 不能插开的 明白了吗 明白明白 对讲究 睡衣有什么讲究 师傅 睡衣倒没什么讲究 睡衣朴素一点 不要太花 其实我觉得睡衣 还是自己会做的话 做一做 因为买的睡衣 有时候有点乱七八糟的 而且有些睡衣呢 弄得好豪华 实际上并不是很好 你看睡衣 如果这种丝绸的东西 穿的就有点像兽衣了 明白明白 你就用棉的睡衣就可以了 棉的 宽松一点 感谢师傅看 师傅 还有一个问题 就是三位同修 住住在一套房子中 各住一个卧室 能否分别在自己房间设佛台 一共三个 都是心灵法门的佛台 可以吗 请师傅开示 在一个房间里是吧 一套房子中三个卧室 那当然没问题 绝对没问题 没问题 感谢师傅开示 师傅 还有个问题 就是有一位女同修 每次去当地的欢迎堂 都待不住 不超过十分钟 就觉得难受 但她在自家佛台 就很舒服 请问师傅 师傅佛台气场不好 若佛台 若佛堂气场不好 为什么其他佛友 都感觉很好呢 唯独这位女佛友 不舒服 每个人的气场 每个人的气场 不一样 举个简单的例子 你就知道了 对不对啊 比方说 比方说你到一个地方去 去吃饭 那你是 去了四个人 三个人是四川人 这是一个很辣的饭店 我问你啊 那三个四川人 他能不能坐下来啊 坐得下来吧 和口味啊 那那个人 他不能吃辣的 他坐得下来吗 坐不下来 他只能跑了 实际上 为什么叫八万四川法门呢 就是要选择自己 最适合自己的法门 明白了吗 嗯 就这个道理 说明 那个气场 对他个人不好 对所有的人都很好 不一定每个人都好的 对不对啊 对 好明白 请感恩师傅开始 师傅还有一个问题 就是同修的奶奶 生前供仙家 给小孩看病 还会看癌症 同修母亲在世的时候 把供仙家和祖宗三代的牌位 扔厕所里了 有位通灵的师兄说 祖孙三代要同修的命 说看在同修孝敬父母的份上 先不要他命 等他老父亲走了 就找他 同修最近梦到有人追杀他 并且在地府挂号了 还梦到有人给他吃颜命丹 请问师傅开始 现在怎么办 念 念礼佛呀 做错事情了 念礼佛 这不尊敬呀 实际上不管是祖先牌位 还是佛牌 那就更不能动了 这个一定要出事的 这种东西不能做的 明白吗 那师傅 他念礼佛 要他念多少遍礼佛呢 像这种至少108遍 108遍 好的好的 感恩师傅开始 师傅 同修梦到参加一个运动会 里面有西藏运动员 忽然一位高德大僧 坐在黄色的佛刊里 笑着望着他 他走向前去 好像给他灌顶三次 他虔诚的拜谢 然后梦就醒了 现在脑袋后面总感觉发沉 请问这是怎么回事 为什么脑袋会发沉 请师傅开始 要看 当时要看这个 给他加持那个人 有没有光 可能是为 是他前世的一位道友 或者是他前世的一位佛友 或者是他前世的一位导师 师傅都有可能 明白吗 他要给他加持 但是呢 他接受的气场能量不够 或者他不能接受它 身体就会发沉 明白了吗 明白了 赶上师傅开始 好 师傅 还有一位 有一位小朋友 跟师傅 台长爷爷好 你好 台长爷爷好 你好 好好念经 会念经吗 我现在已经念了很多经了 大杯咒酒变 心经酒变 忍提神咒酒变 背得出来吗 背得出来呀 你现在几岁啊 现在几岁 五岁 五岁啊 嗯 哎呀 这么乖 五岁就背得出来 台长爷爷好开心 乖一点啊 嗯 我念准提神咒 还有 还有 往生净土神咒 七佛灭罪坠坚言 嗯 还有 姐姐咒 小带几岔神咒 哎呀 还有普世坚言 哎呀 三变 哎呀 这么好的孩子 这么乖呀 真的好 小带几岔神咒 姐姐咒 往生净土神咒 都是七变 哎呀 这么好的孩子 很乖呀 好孩子 好吗 嗯 啊 好好的念经啊 嗯 谢谢台长爷爷 好 台长爷爷喜欢你 台长爷爷再见 再见啊 再见 好 喂你好 你好 喂 喂 喂你好 有听不见 等等 喂 掉线 喂你好 喂 哎 你好 哎 师傅你等一下 我出去 我出去 等我一下 师傅你等我一下 我最近家里的人 条件不是这样 我在外面问你 等我一下 哦 师傅是这样的 我帮同修问几个问题 能听到吗 师傅 听到 你讲吧 哦 第一个 同修梦到师傅的一位弟子 在哭得死去活来 呃 非常伤心 当时观音堂负责人也正在他旁边 还有一位不认识的师兄 做梦的同修 问这位弟子 为什么哭得这么伤心 啊 我传过气 他哭着说 他儿子跳楼死了 他儿子是01年的蛇 明年9月16 9月份就16岁了 请师傅解梦 您弟子在这个 您弟子在这个同修做梦的前一晚 梦见他打通师傅的电话 他问了 哦 师傅您想点钱吧 那块梦吧 这两个问题 他梦到 第一个梦到什么了 说他儿子要死了 梦见 呃 对于 他说他梦到 有一个同修梦到这个弟子在哭 这个同修就问这个弟子 你为什么哭啊 他说他儿子跳楼死了 他当心啊 儿子要结嘛 就是这么简单 呃 这位是之前打通您电话 就是他女儿跳楼死的那一位 哦 不知道您还记得吗 他还有儿子吗 有啊 他有儿子啊 麻烦了 麻烦了 呃 麻烦了 然后那个 他要零星要搞他儿子了 第二个了 哦 他已经许愿了49张小房子 给他儿子的药金者 和放生3000条鱼 然后他还将他六月份 呃 红法度人的功德 转给了他儿子 请问师傅这些够吗 我看 功德到无所谓 主要是小房子 哦 哦 他他已经许了49张 请问师傅 他还要再念多少啊 你要问他 他女儿过世之后 他给女儿念了多少张 哦 这个问题就是 女儿这里没解决 所以才来找他儿子的 哦 人不能死了 就叫一了百了的 这都不懂啊 哦 那像他这种情况下 应该怎么处理呢 好好念小房子呀 怎么处理呀 呃 主要是给他女儿是吧 给他那个过世的女儿是吗 对 还有儿子现在都要了 哦 如果他儿子这个49张念完之后 他后面一波一波 还要多少张啊 一直念 每年就平安 哦 然后这个弟子 呃 这个弟子前一天 呃 前一天梦见打通师傅电话 他问了师傅两个问题 呃 第一个问题是 怎样不让让 怎样不要让那个业障爆发 那第二个问题 他问师傅 可以坐在 呃 地上烧小房子吗 然后结果师傅 也没有回答他 只是笑了笑 请问师傅 这什么意思啊 可以的呀 坐在地板上 烧小房子也可以的呀 哦 那怎样不让业障爆发呢 不让业障爆发 还要问呢 广接善员 广坐善事 就可以了嘛 哦 那请问师傅 他梦中问您这个问题是 他自己的业障要爆发了 还是说他儿子的业障要爆发了 都有可能 因为他 哦 因为他今年是本命年 六十八 今年是本命年 然后那个 他自己也已经取了四张 四十八张小房子 和放生五千条鱼 叫他找时间 人家已经盯上他了 找什么 叫他好好地找时间 多念经 灵性已经盯上他了 哦 就是说他这个问题 不是说给他儿子 转多少功德了 主要是他那边的 那个女儿的事情 对吧 两边都要解决 哦 他如果还想给他儿子 转功德的话 他想知道 还要转多少功德 给他儿子 不要转了 自己别被拉走就好了 哦 好的 当然是师傅 第二个问题是 另一个同修 他快醒的时候 梦见师傅跟他说 如果他再像小孩子一样 武则天就不喜欢他了 他想问 他跟这个武则天 有什么关系 然后师傅梦里说 武则天到我们心灵法门 当副法 当了十三年 请师傅解下这个梦 实际上很多东西呢 正面负面的 这些东西呢 像武则天的 人家说他好 说他不好都有的 明白吗 很多人 只要能够上天 他就做护法 他可能就是 前世有修 他才能 这辈子 在这些经世 这个世纪里面 当上 那个女皇 对不对啊 就这个道理 哦 明白 所以基本上 他们都是有一些 道狠的 有一些道狠的 既然他愿意过来帮忙 我们反正谁做护法 来帮助心灵法门 我们都愿意 对不对啊 哦 对 对 那是不是他梦见 这个武则天 跟他本身没有太大关系啊 没有太大关系 也就说明 有一针 护法人在天界的 可能就是武则天的前生 哦 哦好 感恩师傅 然后 有一个问题是 命是一个人 一生就定下来的 是由前生 往事的功德福报 业障综合而定的 那一个人的运的好坏 是由什么决定的呢 是不是您太累了 对不起 呛了一下 对不起 那个 我没事 运是怎么来的 你还要问我 做好事有好运呀 做坏事有坏运的 这还要问我啊 你动动脑筋好吧 小丫头 哦对不起 你说一个好人 这不就是好运了吗 对 你对人家好 人家不就对你 好了吗 嗯 对 呃 然后 运是你自己定的 听不懂啊 哦 听得懂 你今天 雷锋为什么成为好雷锋啊 他自己做了这么多好事呀 明白了吗 明白了 呃 呃 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呃 师傅在一面墙上可以同时贴两张呃 并排贴两张山水画吗 呃 比较小的那种 可以 哦 呃 还有就是说在一 因为师傅之前开始过说一个屋子可以不能啊不能超过八张 如果是在一个房间就是很多在外面租房子的同学他都租一个房间嘛 他可不可以在四面墙每面都贴一张山水画呢 没问题的嗯 自己的房间人家租给你你随便爱怎么贴就怎么贴 哦 还有一个同修呃他很累的时候坐下来休息的时候身体会不由自主的轻微晃动过一会儿又觉得过了一会儿就觉得精力恢复了 然后同修想问为什么会有这种轻微晃动 如果再出现这样的情况是要停止呢 还是就让他晃呢 让他去晃啊 实际上就是属于半生成意识当中的睡眠状态 哦 半生成意识的睡眠状态就是很多人一边你跟他讲话他已经听不见了 他自己就是脑脑水体已经进入睡眠状态了 你虽然看见他眼睛还真的但是他脑子不正哪里 已经在睡觉了 那晃动你让他去晃好了没关系的 因为当当大脑的大脑缺血的时候人就处于这种状态 哦 明白了吗 好的 明白了 感谢师傅 然后还有一个问题就是说以前我们不是呃 现在小房子那个纸的颜色不是最好用银文黄吗 那像如果我们打印自修经文的话 就是那种自修经文整天都是一个经文那种的话 那个纸张是可以必须用柠檬黄的 还是说可以用浅一点黄没有小房子那么严格啊 嗯 没关系的 哦 就之前浅一点的那种黄打印出来的还是可以用的是吧 师傅 可以用 尽量尽量用正规的 好吧 哦 尽量用正规的 哦 还有就是吃荤的地方可以贴山水画吗 可以啊 就是 可以可以哈 哦 呃 自修经文如果有那么几张呃 可以当天一次性都烧掉吗 还是一定要分天烧啊 不能太多 也不能太多 比方说你一一张大悲咒 一张那个自修经文一张大悲咒有几百遍呢 你说你一下子今天烧一千遍 那不行啊 超负荷了 哦 呃 师兄 对不起师父 我们在观音堂度人的时候 经常有佛友来问 就说呃 他家没有佛才 但是他想烧自修经文 那师父之前开示过说 一定要呃 上新香弄好酒 我看那个佛学问答上面说 就是按新香的方式 祈求之后烧 请问师父您在节目里说的这个弄好酒是怎么弄啊 什么叫弄好酒啊 就是好像要上新香求半天才可以才可以烧 哦 就是就是心中要把菩萨现在自己的脑海里先视力起来 然后再慢慢的走过去 想象着自己手很干净 擦香烧点火 就是每一个步骤都要在脑子里形成一个一个顺序 你才能最后完成这个模式 明白了吗 明白了 啊 然后呃 再跟师父 问师父一个梦 就是之前用呃 我们新加坡这边就是让两千多张小房子抄上去的 那位已经超错六道的师兄呃 前两天我梦到他 他来到我梦里边 我只听到他的声音跟我说 他说呃 有邪淫的人是没办法呃上天的呃 就算是梦考里边有邪淫也算一定要呃 反正说一定要消掉才可以 请问师父这个梦是真的吗 真的真的真的 嗯 百分之两百真的 嗯 哦 我告诉你 现在为什么师父老在广播里啊 老在法门里跟劝大家不要邪淫 邪淫的罪现在越来越大 在天界啊 他是属于大罪了 哦 是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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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有一件事师父就是呃 同修梦到呃 同修要跟他的先生离婚了 这个是他先生 那个提出来的 完了之后呢呃 同修梦到就是呃 同修梦到是师父来梦里边呃 我跟他说说你的先生在离开你之后呢呃过几年就会有事情发生然后生了一个病就走了呃然后那个请问师父这是真的吗 已经好几个人这样了嗯 百分之一 那那那那同修的先生没有学佛念经但是同修梦到他他那个先生在天上有莲花而且从天上掉下来了他的莲花只有八长大而且花瓣只有一层师父 其实为什么他的先生会有莲花呀 会有莲花人家前世呀 这个莲花有两种呀一种精士种上去还有一种没前世有的呀 我问你呀台上有没有天上有没有莲花了 有 你帮我种的 不是 梳子你绣的 好了 那这就这么简单了他先生怎么来的莲花了 这还不懂啊 嗯 但是同修已经觉得自己都缘分也信了也度不了 没办法了 没办法你记住我一句话 这个世界现在时间紧迫只能度有缘众生一个人跟你没缘分了 比方说学佛他没有缘分了你只能放弃了没办法否则会伤到你自己的 哦 这个同修在做这个梦的时候师父本来是来开法会 然后先来的几个保镖后来师父到了 然后这个同修就把录音笔拿出来想要录师父的开示 结果同修发现自己的录音笔变成了一把削苹果的水果刀 一开始一开始刀尖是冲着师父的 师父看着同修说你要干嘛 同修就特别无辜的说师父我要录你的声音呢 嗯 我要录你的开示啊 同修也不明白为什么录音笔变成了刀 然后同修就把刀尖转向了自己还是这样录着 后来师父就走了 然后声音又回来开始看先生的这个问题 请问师父这个水果刀是什么意思啊 这还不懂啊 他的业障啊 啊 他自己的业障已经变成像一把刀一样的刺上他了呀 师父不就教导他的话他想吃上师父 就是要师父帮他背了 听不懂啊 哦 那这个同修应该怎么 好好的继续念经 化解冤解 好了 哦 行 那今天师父 感恩师父开始感恩关心音主宰 刚才太激动 忘了感恩了 今天问题问到这 下次我再打电话 感恩师父 师父再见